大家看这是个重磅视频,胡锦涛被驾走之前的视频流出,这和ABC记者拍到的照片相符,就是因为之前胡锦涛想看文件夹里的东西,而栗战书却把这个文件夹拉到了自己的桌面上,不让胡锦涛看,而旁边的王沪宁也跟栗战书一样,不想让胡锦涛看到文件夹里的东西,显然他们跟习近平已经是说好的的事情。 习近平看到他们争执了好一会儿之后,然后把中办副主任孔绍逊叫了过来,耳语了几句,孔绍逊离开了,然后就把习近平的贴身保镖叫了过来。 第二次,习近平的贴身保镖才来到了习近平的跟前,习近平又跟自己的贴身保镖耳语了好多句话。 看看,习近平详细向贴身保镖在交代事情,这时候胡锦涛的表情显得很尴尬,这时栗战书也停止了动作。 因为保镖来处理这件事情了,习近平又说了什么,被王沪宁判断。